台风和飓风的区别 台风和飓风在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一个33米每秒的一个热带气旋 但是为什么称谓不同呢 是因为发生的地区不同 一般来说呢在北太平洋西部 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 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区域发生的这个风呢 叫做台风 在大西洋或北太平洋东部发生的热带气旋 则叫它为飓风 也就是说在美国发生的热带气旋呢 我们称它为飓风 在菲律宾中国以及日本发生的 我们称它为台风 那么它们的评判标准也是不同的 它们的这个风速不同 以至于它们的评判标准不同 而且它们的计量的这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台风习惯于计量 它风力大小的这个平级呢 是按照风级来分的 就会有几级台风 几级台风这种说法 那么这个单位一般是以多少米每秒来计算的 而飓风呢 一般是以每小时多少海里或阴里或风里 这个样子来计算的 那么飓风和台风还有一些 更加细微的不同的这个地方 具体呢 还是要去靠查阅专业的资料来去细分 以上呢 就是关于一些飓风和台风 基本的这个区别的一些解释 希望被你有所帮助